然后啊 下面继续看这里面的代码 你注意看这里面代码 这个代码呢 我们要把它抽出来啊 然后呢 你注意在这里面 我们说在这里面 我们有一个判断 判断呢 这个用户的默认收获地址 是吧 获取默认收获地址 然后呢 在这里呢 我们还写的地方 你还是获取这个用户的 默认收获地址啊 这两段代码呢 其实呢 它是重复的啊 它这个重复呢 其实呢 这个东西 它就是根据一个条件 去查询一个用户的默认 收获地址啊 往adressin的表里面 去查这个默认的收获地址 那我们之前给大家讲了 在我们的里面呢 我们这个查的时候呢 其实呢 都是通过这个 object对象的吧 object对象呢 它就是将供框架 给每一个类 生成的一个管理器对象啊 管理器对象 这管理对象呢 默认的类呢 类型的是models啊 manager 类型的一个对象啊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说 我们不使用它默认的 这个啊 我们会自己呢 去定一个类 这个类呢 是模型管理器类啊 定的方式呢 就是class 定一个类 adress manager啊 manager 即乘以我们的models 点 manager 然后这里面写的是我们的地址 模型 管理器类 好 这里面定义完之后呢 我们先不在里面写方法 定义完之后呢 我们不使用它默认的 我下面呢 紧接着 自己呢 在这个类里面呢 去定一个 上面这个类的对象啊 就是object等于我们的 address manager啊 这里面 注意啊 自定义一个啊 自定义 一个 一个啊 模型管理器 对象 对吧 模型管理器对象啊 那么 所以呢 你自己定义完了之后 默认的object就没有了 对不对 之后的话 我们就是通过 address里面 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object呢 去操作address 对应的数据表 但我们说 你如果这样写的话 你在这里面 你啥都不定义的话 它是不 没有这个作用的 对吧 我们在里面 一般呢 我们说自定义 模型管理器的的 两种应用场景 那么第一种是啥 改变 改变 对吧 第一种啊 改变 原有 查询的 结果集 好 这个呢 我们给大家举例子 是我们改变这个 offer法的结果集 对吧 默认的返回所有数据 我要给它返回这个 isdelete 等于这个 false的数据啊 false数据 我们就可以重写 这个负类的 凹方法 对不对 在里面先调用 负类的方法 然后呢 再进行一个 过滤 再进行过滤啊 那么 然后呢 在这里面 还有第二种 应用场景 什么场景 封装方法 什么方法呢 用于操作 对吧 模型类对应的数据表 数据表啊 包括这个表的增山改叉 你都可以往里面去写啊 对吧 增山 那么 该 查 这些方法都可以在里面取写 那么刚刚呢 我们写的这个东西 你看 查询一个用户的默认地址 我是不是就是查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可以在这里面呢 去写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叫define 我定一个叫做get 比如说我起个名字 获取默认地址 我叫做getdefault address 好 我在这里面呢 我是不是获取一个用户的 默认生活地址 对吧 所以你在这里面 你需要告诉我这个用户 是谁 我要接受一个参数 接受一个 优的啊 在这里面 哎 他的作用呢 就是获取 用户的啊 获取用户的 默认 收获地址啊 用户的默认 哎收获地址 那么在这里面呢 其实这个代码 你注意在我们这里面呢 你其实你可以 这个代码是不是一模一样 看到没有 直接拿过来 放到我们 这边 放到这边之后呢 哎 在这边你获取完之后 最终我是不是把这个东西 给你返回 吧 哎 给你返回啊 return address啊 如果我查到这个默认生活地址的话 你有的话 我就会把这个地址对象呢 给你 返回 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dress呢 就是 no 哎 我给你返回的就是 no啊 给你返回的云道 然后呢 这这样一个东西啊 除了这个东西之外呢 然后我们 我们在讲这个模型管理器类的时候 还给大家说了 那么 address这个模型管理器 它本身对吧 你如果这样写的话 你在这里面这样写的话 这个类名一变 这边是不是就变了 对吧 哎 这边就得变啊 那我们给大家说 模型管理器对象里面的这个 self呢 它有一个属性 哎 self.model啊 self.model 哎 它的一个作用呢 就是 获取self对象所在的模型类 好 那么有了它之后 我们这里面所有的地方 这个address 是不是都可以替换了 对吧 self啊 直接是 所有的地方啊 直接是我们的self.model 哎 这个呢 也替换为这个 self.model啊 好 把它改完之后呢 下面我们要调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们怎么调的啊 是不是address.object.get default address 对吧 defaultaddress defaultaddress 好 那么这个呢 你注意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啊 那么本身我们说 你是通过这个类里面的这个类属性 也就是上面这个类的对象 来调用这个对象的实力方法 对吧 第二的时候我们说这个self是谁 是不是就前面这个object 对吧 前面object就是这个self对象啊 然后呢 self.model 或许self所在模型类 object是不是在这个类里面 所以呢 你这里面是不是self.model 相当于这个object啊 然后呢 self.model 相当于这个object 我们刚刚给大家说 这个self 是不是就是这个object啊 所以呢 你在这里面 你self.model 你又点这个object 是不是重了 self本身就是啊 所以后面的这些呢 直接 闪掉啊 直接就是self.get啊 因为self本身就是这个类的一个对象 所以呢 它可以直接调用我们继承的复类里面的这个 get方法啊 继承的manager类的get方法 好 最终 我们这个代码呢 写成的就是这个样子啊 写成的就这个样子 直接呢 是try address等于self.get 用的等于的 然后accept self.model doesn't exist啊 如果呢 出现这个异常的话 address呢 直接等于到 最终呢 是retend这个address啊 address OK 那么把它写完之后 对吧 所有我们 视图里面出现 要获取这个默认地址的时候 我就可以呢 直接把这个东西呢 给它 注释掉 对吧 注释完之后 我这里面掉的时候呢 直接掉我们这个方法 address 点object address.get default address 对吧 default address啊 传入一个参数 就是传入这个 user啊 user 好 最终接一下这个返回值 那么这个返回值呢 请呢 就查到给你返回一个地址 地址对象 查不到返回一个 no啊 下面代码不需要动 好 同样的道理 然后呢 到这个地方呢 查询这个默认地址的时候 也是的把它呢 直接 注释掉 诶 注释掉之后 还是呢 定用我们这个方法 直接呢 就是address 等于 address object get default address 然后呢 传入一个 传入一个 对吧 传入user之后呢 我们下面呢 就看一下啊 重新去刷一下这个页面 你看这个地址能不能显示啊 直接一敲 回上 看到没有 一敲回上 是不是一样的显示 对吧 这就是他啊 那么你在这里面 你去消这个东西的时候 一样的显示啊 这里面呢 就相当于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方法的封装啊 方法的封装 这个东西的作用呢 就是在获取这个用户的默认收获地址啊 收获地址 这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个管理器类的一个作用啊 自定义管理器类的第二种应用场景封装方法啊 封装方法 OK啊 这是他 给大家看